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烤肠 这个是我最后全的 很像是叫做蜜汁烤猪肉 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啊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是紫菜包着的 我就是喜欢有这个 紫菜的 而这个的主要口味是 它是有加了 所以是带点辣的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 也就是第五个我购买的食物 就是这个 这边还有它的招牌 的logo 的sticker 出手块的意思 其实很明显的 就知道是 tahoyaki 也就是 章鱼烧 介绍完了我 买的五种食物 那就要开吃啦 首先这个角度 我觉得你们一定是看不到 我的食物的 所以把它换一换角度 打起来 然后 所以这些就是我今晚的晚餐啦 那些看到我instagram story的人 应该不会想象到 这些东西都有我一个人吃完吧 这个影片也算是一个吃播影片 但是没有在深夜犯罪吃小夜 而这个是我的晚餐 话不多说 那就让我开吃吧 只是这一次的吃播没有麦克风 所以收银可能会没有那么的疗愈 但是这个酒店的房间非常的安静 我非常的喜欢 那我先吃这个 tahoyaki 我很久没有吃tahoyaki啊 仅仅是tahoyaki的蛋口 我都看到有三斤了 这个东西没有加太多花里胡桥的东西 就是cheese和玉叔叔 让我来试一下这个超大的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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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麻肠的 麻辣的有点特别啊 虽然说不知道特别在哪里 特别在那个味道 调味很够啊 话说我没有买饮料 因为已经买了那么多食物了 如果买一些比较那种水果饮料啊 或者什么啊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太饱了 我就有喝酒店提供的水 试一试这个popia 不知道有没有我之前吃的好吃 嗯 OK 是不错的 好吃 也是因为让我停不了口的popia 哦 我也要吃这个 Takoyake 嗯 太好吃了 我个人也很久没有去Basamaran 真正的去购买食物的感觉了 就是怀念那种去逛夜市的时候 然后就认真的一档一档去看 他们在卖什么食物 蜜汁烤猪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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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就是来到了马牛家 就是因为为了要做这个大学的这个作业 算是作业嘛 明天的话 明天的话 应该就是有包括访问啊 然后再去到处看看的 嗯 嗯 那其实第一次一个人住在酒店房间 对我来讲的话 其实到现在我的感觉是有一种 有一种平静的感觉 不知道过了一夜过后的感想又是会如何 说到马牛家的酒店 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 算是自己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 我就很想要来马牛家住酒店 就是过一夜也好 因为其实以前每次来马牛家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次 但是每次来的时候都没有在这边过一夜 都是在别的地方过了一夜过后 然后才经过这边 然后才来一日游的感觉而已 所以一个人住一间酒店房间 这件事情已经非常的奇妙了 而且是在马牛家 它有一种算是现在的我 帮小时候的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 目标 哦 保标剩下一个罢了 这个猪肉 我还是很喜欢 拉死了 冷了过后还可以拉死哦 哇 还有这种独特的个人 在哪里 我到够了 安排 那怎么好 小时候 那不是 火炸的 把小容易 不在啊 不然 烤烤的 小时候 烤的 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蒜香的颜色不错好吃 吃完了 如果拿麻辣香肠和蒜香香肠来比的话 麻辣会比较好吃 对我个人口味来说啦 而且 它的麻辣也不会太辣 但是 它也不是不辣的那种辣 它还是会微微的刺激一下你的舌头 吃完了 这个也吃完了 好 我来说 我想要给你的物件 比较好 不想干净 但是 我去那根本身 又来做 这么快的 非常快的 有意思 我去大工 这种很快 就是 你 吃完了 我现在呢 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 咸蛋鲍鱼菇带走 带去哪里 就是我想出去外面走走 不知道能不能走到去 红菇那边 刚刚我已经忘记了 拍结尾这个步骤了 这个咸蛋鲍鱼菇 我就会带去外面吃 因为我要去外面走走逛逛 好了 那这个影片也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想要持续关注 与追踪我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我的Instagram的 因为我的影片预告 都会在那里先发布的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影片 那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